來 我們再來開始 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各位學員 各位動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我相信各位很久不要做學生 不過這三天沒有開幕 尤其是明仔仔 明仔仔 由災時 六點起床 一直到晚上十點 接募是萬萬萬 所以大家要心裡要有這個準備 在我開始說的以前 先請教各位貴的問題 但是我要請教這個問題 拜託大家不要看別人的意見 因為這是台灣人的潘術院 都將別人的意見 當作自己的意見 自己都沒有意見 來 拍手 真的拍手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還說一次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到的請你拿手 很久的到的請你拿手 好 手棒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再說一次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請舉手 好 你們的目標都要八金起來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我們四十四個 只有這次有六個人的手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你住在國賓飯店 那間飯店就是你的 不錯 我明天要來住在國賓飯店 看那邊的變得我的 當然不對 為什麼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所有的餐廳 對不對 很簡單 你沒有拿手 我就沒有所有的餐廳 我住在那裡 我是在假裝工 起來去注水 去注資金 幫助這樣而已 所以不是你的 現在問題來了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也不對 是怎麼說 你有你繳水金 你家裡大的家 不管你家裡是你的 你家裡做的 你都要繳水金 你有地下水 你有幫助水 表示 那家裡 那個土地 有一個老家 所以不是你的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那是什麼 是政治交付 政治威嚴 在跟你騙 因為 我如果跟你問 你請問 你台灣的所有的餐廳在哪裡 有台灣的所有的餐廳請你拿手 絕對沒有 這個月有趣 這是今天你來上課的目的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會給我問 哪裡台灣 一定有一個老闆 那個老闆是誰 我們就 翻開歷史 歷史上去 他拚 什麼人有管理 可以從這個台灣來交給別人 還是說 這個台灣 什麼人有那個管理 大家說 這個土地是他的 什麼人才有那個管理 看整部 你看條用 有一個條約 以前到今天的位置 馬關條約 清條 跟日本 帝國 建政 但是不是為了台灣建政 他發生 韓英的建政 海戰 但是海戰以後 清條建書 教導你來看 國際建政法 這有說 什麼人建書 什麼人要背 這很奇怪 建養的人 建書說 你害我建政 我建政 我花多少個東西 我花多少錢 你要給我背 這是國際法 裡面的規定 所以 清條 跟日本 帝國 因為有建政的管理 港湖建政 建書以後 清條建書以後 他要簽掉 問題有人會問 我歪簽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如果歪簽 你又可以給我消滅 這個國家就被消滅 清朝 他沒有要給我消滅 清朝的皇帝 沒有要給我消滅 清朝的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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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麼 那個 那個 他沒有要給我消滅 所以他說 比較近 去跟人家簽 簽簽 簽簽 要要什麼 要背什麼 都在背 就算了 所以簽這個 馬關條 馬關條 裡面叫什麼 這就是我們投的 庫本到今天 為止 所有人 我說所有人 我說所有人 是說 所有的台灣人 都投不到 因為 中國國民黨為頭 跟我們騙 明明 馬關條 寫什麼東西 你看看 馬關條 第一句話 第一句話 你看看 第一句話 大清大皇帝 陛下 即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陛下 為定立合約 拜託你看我 李蘇特的庫本 裡面說什麼 馬關條約 中國各讓 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與澎湖 給日本 各位 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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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錯 地錯 絕對錯 是怎麼說 明明這麼清楚 什麼人跟什麼人 皇帝對皇帝 皇帝 跟皇帝所簽的合約 跟政府有關係嗎 沒有 皇帝才是有這塊土地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 才有這權利 有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他才能夠把台灣這塊土地 擱讓 永遠擱讓給別人 用台灣這塊土地 擱讓給日本天皇 表示賠償 雖然 真正的台灣 並不是大清帝國的 大清帝國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擱有了台灣 你看看那個土地 大清帝國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擱讓台灣 台灣周邊群和澎湖 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他的地圖是這樣 台灣的地圖像什麼 一支什麼 牛 蟬啊 有啊 你們都知道蟬嘛 小學生 小學生 都做過 那個 都 都吃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 奇怪 這個台灣 跟你說了解台灣 好像不一樣 我跟你說 有一支中國的電影 叫做康熙皇帝 還是雍正皇帝 那時候 他 最愛的時候 有一支大地圖出來 我就特別注意看 那個台灣他怎麼會 高連無緒 他那個台灣 尾到亂七八糟 就不像台灣 實際上 那時候 地圖就是這張 右邊的台灣 不去 啊 我知道 如果中國人 他會說 右邊那時候 就沉在海底 還沒撲出來 他跟你說 你也相信 到後來就撲出來 我如果真的 他這樣對 各位 高砂族那個時候 他都不在 高砂族以前 是生活在海裡面 樓外是要撲在上面 右邊的土地 是高砂族的土地 你看 大清的大皇帝 多嬌壽 不是 他的東西 他也掛給人 反正 割給你以後 日本人 那邊說 他說 他得了台灣這塊土地 沒怪 高砂族那個時候 跟 日本帝國 打仗 他不服 所以有一個電子 叫做 賽德克巴萊 那一齣電子 你有看到嗎 那一齣 就是你說這個 你如果沒有來上課 你只看那一齣 你看沒有 很奇怪 那一些高砂族 為什麼要反抗 當然反抗 沒來沒錢 日本人來管 這塊土地的我們家 原來的生活領域就是這樣 各位 這是一種文化的衝突 日本人 得了這塊土地以後 坦白講 日本人 他叫起工來 日本在那個時候 以他的武力來講 是全球 全世界的第一名 所以他那個時候的法學專家 國際法專家 也有很多 他有研究 所以他接到這支土地以後 他發現說 奇怪 這高砂民族 都在反抗 奇怪 那這一塊土地 到底是不是 那些高砂民族的 或是 原來這個青桃的 就召開了一個 國際的法律的研討 請了當時 美國 住在中國的 下面的 參議 來參加 為什麼要請美國來參加 因為美國有印第安人 美國的印第安人 後來美國把他征服 各位你要注意 我用征服兩個字 勘愧 我不是說打贏打輸 國際法裡面沒有那個打贏打輸 沒有那幾兩字 沒有那幾兩字 勘愧 征服 他有征服 印第安人的經驗 所以他請他來開會 開會的結果呢 他認為說 高砂族 只是有部落的組織而已 沒有整個土地的主權的概念 其實這個概念是在後來 十九世紀末期才有這個 這個概念 所以 日本人開了這個國際會以後 他認為高砂族 他並沒有台灣這塊土地的主權 所以 日本 就決定 要用武力 把他征服 所以他派了警察 派了軍隊 從1905年開始 一直打了十年 這麼一小塊的地方打十年 跟那個 清朝是不一樣的 清朝三下兩下 日本就跟 勤奏起來 他就輸了 但是 這麼一小塊的土地 日本人 花十年的時間 到1915年 才把整個台灣 變成完全的 統一 這個時候就是 在國際法上面講 從1915年以後 日本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台灣的Savent 所以在1922年的2月26號 有一個華盛頓財經協定 轉世給九個強國 在華盛頓開會 開會的時候就說 你這個國家限定 只有多少軍艦 多少武力 因為不希望引起戰爭 那個時候 裁軍協定 裡面的 十九條 裡面承認 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 這一些土地 是歸屬於 日本天皇的 所以在歸屬於 那時候開始 台灣這塊土地 在國際上 讓我們聲音說 是日本天皇 日本 是日本 中國的 所以 以後 這塊土地 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 這塊土地 在馬關教育的時候 沒有懷疑 這塊土地 就是 日本天皇的 現在還算下去 在馬關條約 以後 有對一個 世界條約 有牽涉到台灣 一個而已 舊金山和平條約 苦惡的國民黨 苦惡的中國人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要讓你抬 你如果不相信 你去回去 你如果抹律書 你敢問 你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有抬法律規 有去抬 舊金山和平條約 答案絕對 沒有 我自己的孫子 就是台大法學院 我家有幾個 親家 也是台大法律系 很清楚 他們從來不念 舊金山和平條約 說比較白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會中文版 中文版 到什麼時候 才從社會 開始讓人看到 人以前 以前 你說舊金山和平條約 沒有人知道 但實際上 台灣的問題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跟台灣有關的 有幾個 三四個而已 嚴格來說 只有三條 第一條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 日本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怎麼反應 日本 這個日本就是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放棄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你看 ALL 我們家有小朋友嗎 你念幾年級 國二 你有念英文嗎 ALL ALL 的後面要加什麼 負數要加什麼 S 對 ALL 就是負數 負數 ALL 全部的後面要加什麼 負數 對不對 台北英文 這裡有加S嗎 沒有 是怎樣的 好奇怪 寫錯了 中國人一直都寫錯 沒有錯 你看 1963年 吉田茂 日本的首相去簽 和平條約 那些人 在2006年來說 日本沒有放棄台灣的主權 我只有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right of sovereignty 但是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客戶本裡面都說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 放棄就像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我叫到我們家裡 你想說 皮包就好 你如果叫到一個皮包 你如果叫到一個皮包 旁邊沒有人看 折下去 可以嗎 嚴格來說 可以 但是 你會死 你會死 親戰 所以日本放棄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 然後 台灣人民已經減到這塊土地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民的 NO 不對 黨關 日本政府放棄 台灣的主權權利 有權利必然另外有一個什麼 義務 那你權利已經放棄了 你的義務在不在 在呀 所以 第1951年9月8號簽這個 就件和平條約的前三天 杜樂斯寫這個條約的人 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提到琉球 他就說 日本政府仍然擁有琉球的 殘餘主權 這個殘餘主權 他不會說 在建建國內沒有這個東西 他發明的 你發明殘餘主權 這個殘餘主權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東呢 嚴格來說就是義務 在萬國公法裡面 就是神聖而天賦的 老天賜給你 天賦的 主權的義務 你不能放棄 我們不會說這間房子 你放棄 你說你入不棄 你說我不要棄了 我不要棄了 在這間房子 還沒被拍賣以前 這間房子要入稅金 國稅國找什麼人 找你了 一定找你了 雖然你說我這間房子 我不要棄了 我放棄 放棄歸放棄 你如果要入稅金 照相這個義務 也是你要負擔 你要去負責 所以 我再來要告訴你 因為這個問題不僅 但你如果想過口語 你就知道 是這個 日本政府放棄 他不說日本天王 要記得 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王 是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像說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王 不一樣 很簡單 1945年 8月15號 日本天王宣布 無條件投降 9月2號 簽一個投降書 簽投降書的時候 當時日本帝國的外交部長 叫做崇光奎 崇光奎 在投降書裡面 他的身份 我不曉得那張那個 那個影片不曉得有沒有 崇光奎的那個身份 就那個投降書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把他那個 把他當錄下來 那個 在這裡 來 你看 崇光奎你看 崇光奎那個可以再放大嗎 崇光奎 拉下面一點 這個很重要 我現在跟他講一講 崇光奎還在上面 崇光奎 在他的這個投降 這個是投降書 正式的投降書 崇光奎的三分之代代表什麼 Emperor and government 就是天皇 and 就是和政府 所以可見的天皇跟政府是怎麼樣 不一樣 天皇是天皇 政府是政府 所以 你要縮小 縮小 這個 崇光奎 各位 在上面 沒有關係 各位 這個我們再找時間給各位看 崇光奎他是兩個身份 一個 Emperor and government 是政府是政府 政府是政府 然後呢 你看 你看 我不知道你看有沒有 Behave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有沒有 代表兩個 為什麼 如果是一個的話 就一個就好 天皇是天皇 政府是政府 所以 就既然和平條約裡面 第一條到二十六條 沒有對日本天皇 有任何處分 只有第一條的B 裡面說什麼 日本天皇 已經把他的權力 他的國家的事務 國事 交給 由人民所組成的 政府 這是 麥克阿瑟 跟日本 修改憲法 第四條跟第九條 這兩條 原來大日本帝國 變成什麼 新日本國 這個時候 有一個很快的 國旗要知道 就是 義大利 當時 在1947年 的 2月10號 他也簽一個 巴黎條約 巴黎條約 裡面 他的 義大利條約 裡面 他的23條 各位你看看 2月10號 的第23條 義大利 Renunces 放棄 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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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這和 和平條約 有一樣嗎 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是 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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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 4月1號 日本天皇宣佈在這 實施憲法 歐規 台灣這個土地 有獲得的參政權 跟參戰權 所以這個土地 在萬國共和的規定 已經變成日本天皇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跟你所謂的都不一樣 台灣人沒頭就這個 台灣人又是 國民黨所謂的 台灣是 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竊佔殖民地 所以很多人 竊佔日本 你竊佔也偷偷 他怎麼給你偷偷 日本說 我沒有偷拿 你掛給我 正正東東掛給我 我沒有竊佔 同時 我也照幾季來 1937年 先實施皇民化 給台灣人 台義 生活習慣都跟日本一樣 1945年4月1號 實施憲法 在萬國共和的規定之下 實施了憲法 就是台灣人 已經變成跟日本 人的地位都一樣 所以一樣以後 這個土地 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不能割讓給別人 所以就今天和平條約 杜勒斯寫的時候 沒有把台灣割讓給任何人 也沒有交給任何人去管 所以 很多獨派 很多民進黨 國民黨 都搞不清楚 其實也不是搞不清楚 他們沒有讀戰爭法 你如果用建政法 你就能夠改稅台灣的地位 清清楚楚 一點都不反腐 所有的事情 你都能夠改稅得很清楚 一刷也不會走進去 所以你看憲主席 現在 很簡單 台灣 澎湖 加一個 WTO裡面用什麼名義 用什麼名義 獨立關稅領域 你對不對 我告訴你 李定位也要問 林先生 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你簽的 你叫蔡英文去簽的 還不是 我問蔡英文 蔡英文說他不知道 你簽的人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你看可能嗎 什麼人安排 美國安排 WTO 我告訴他 什麼叫獨立關稅領域 你知道嗎 你絕對不知道 你上課 雅虎 什麼叫獨立關稅領域 我跟你說 就是叫做佔領域 台灣這個土地和澎湖 是佔領域 為什麼叫佔領域 這有例嗎 有 美國 跟墨西哥發生戰爭 美國軍隊佔領的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的老百姓 你建軍是建軍 但是我叫上進出口 要叫水 他說我水金要叫什麼人 我是交給美國佔領地 還是我交給原來的政府 所以經過法院 最高法院的判決 將這個港口稱呼為 關稅領域 所以台灣這一塊土地 就是日本 日本的分離關稅領域 但是因為要還有一個金門媽祖 所以變成獨立關稅領域 你看看關稅領域這四年就好了 這四年 用很簡單的白話文來講 就是佔領地的別號 你現在知道 原來是台灣還在人家軍事佔領 誰佔領 你就不看到美軍 你以為美國 你有看到美軍嗎 沒有啊 啊什麼叫佔領 各位 我說一個例給你聽 美國選佈 這個海域不能夠 通行 這個海域美國有沒有佔領 有 他佔領 因為我說別人不能經過 如果經過我給你打下去 這個領域他佔領 所以所謂的佔領並不是說 你眼睛看到美軍站在那裡 才就這佔領 No 法律上不是這樣的 所以 台灣這個土地你沒有看到美軍 但是美軍證明 美軍證明在哪裡 在舊金安和平條約的23條 23條 他說 美國是台灣地區的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佔領全國 這麼清楚啊 中華民國怎麼在台灣 因為 中華民國是因為 在一區 一區四五年 一個高位取位 邁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號的第二點 讓蔣介石集團 代表盟軍 到日本台灣接受 日本軍隊的投降 投降一凹 哪叫机密档案 看 就要站下 站住 站住 1946年1月12号 45年 9月2号 8月15号投降 9月2号 签名 1946年1月12号 中华民国 行政医宣布 所有的台湾人 从 去年的10月25号 集体规划为 中华民国国籍 全世界 没有人去集体规划 所谓的国籍的 演变就是要你自己本身 同意 自愿 而且要合法 所以美国跟英国 在3月 8月9月 三次 白皮书 抗议 我们不承认 台湾人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到今天为止 他们也不承认 所以美国的法院才会判你 台湾人没有国籍 我们不是中华民国国籍 你有证明吗 我证明给你看 最近 今年的10月7月 西亚人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台湾护照 免签证有吗 有看到这个新闻的预想 晚上9点45分 我含时间跟你说 我讲话 你有台湾护照的请你举手 你有台湾护照的请你举手 台湾护照的 台湾护照免签证 台湾护照请举手 你有台湾护照的 你有没有你自己看白人 手帮的 说一遍 眼睛举起来 你有台湾护照的请举手 你都没出国吗 手帮的 你们这些都是中国很亲爱的 你给大家打开看看 另外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是中华美国护照 各位 美国是利用你们这点 中华民国是利用你们这点 我不知道我们这有 中华民国护照的 样本把它拿出来看看 Republic of China 你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什么人有台湾护照 有的举手 没有 我跟你说 今年12月 各位 在要到 我们要在保证举 我台湾人 没有台湾护照 我们只有被迫使用中华民国护照 请问你美国 什么时候发给台湾人台湾护照 你都慢半拍 我给你讲一句 你都傻了 我给你讲一句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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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 什么人有台湾护照 你如果有台湾护照 我给你讲 你没有台湾护照 我给你讲 你没有台湾护照 我给你讲 网络签证 四个人给你钓 我没有给你 他钓 你拿去日本 拿来 他看 他说 你怎么说你是台湾人 你不是台湾人啊 那人说 你不是台湾人啊 我当然是台湾人啊 你是台湾人 你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啊 你是中国人啊 不然你有没有ID 有没有身份证 有啊我有啊 很大声 身份情拿出来给你看 他把海关 把那个华航的小姐叫过来 那你念念看 他看没中文嘛 这个你翻译给我听 你的身份情上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有没有 翻译对英文是什么 台湾吗 从头到尾我也没看到台湾 Republic of China 海关很深刻 你是台湾人吗 你是中国人啊 你把我骗两次 到小房间来 到小房间你把东西掏出来 东西掏出来 有一个钞票 你看你这个钞票 叫翻译说这个上面写什么 你看你们材料都有钞票 你看看 不管是钞票还是铜板都同样 中华民国对不对 对 你当时说你是台湾人 你什么时候变成台湾人 有没有 你有台湾人吗 你是台湾人吗 你都高北山吗 那你有完译吗 你都没什么 没完译的看 你有完译吗 你有完译吗 你完译啊 我都明明台湾人 那怎么没台湾人 本着中华民国 各位 各位 那四个人去海关钓两点前鱼 我感觉他是挑过鱼 现在挑过鱼的时候 要把他们放出来 后面说一句话 你们台湾政府 已经有发行台湾身份证 你为什么不去申请 那人听到莫名其妙 回来后 建后生说你帮我找台湾政府 奇怪 我所知道台湾政府 就是那个中华民国的政府 我刚才要去台湾政府 我刚才要去台湾政府 两个人当时来参加 参加之后 就是说我们的身份证 去申请 整个人 马上交六千块 拿六千票 我马上申请 我再说一个事情 给你们听 上星期 我们的驻美代表 蔡明华 和美国的国安 开火 我们这次开火 有三个代表去 蔡明华 要去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们的美国代表 我跟他说 你们中华民国 那个护照 根本没有晶片 你看 不要 那张我拿出来 封面那张 中华民国护照那张 你看 我跟他说 他说这个是晶片 要到明年 就是2013年 由谁来制作 由美国国土安全部 来制作 没有制作 我以前 中华民国用日本跟你骗 你有驚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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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晶片 我说奇怪 那个人我拿来看 就冰黑黑 这样说叫晶片 什么叫晶片 我们的身份证 台湾公民身份证 那里发的 台湾政府 台湾的身份证 哪里叫做晶片 你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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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到现在 中华民国 要跟你骗 所以 12月中旬 我要定一个保证 我要问 你的晶片在哪里 有 美国跟我说 有 我们有送中华民国 一部机器 那一部机器呢 可以做部分的晶片 部分的晶片 所有的晶片 通通要由美国制作 你不相信 你骗一个配 问AIT AIT 会跟你说什么 他说 我们的网络签证 不表示你可以进到美国 不表示 我们只是跟你讲说 你可以坐飞机 去美国 但是不一定进得去 不一定你会让人民 所以 你要去美国 我们现在跟美国要求 就是什么 我用我台湾政府 的身份证 我要直接 我不用护照 我直接要进到你美国 好不好 美国 美国当时 我们做的身份证 就是这样的 条件 我们的身份证 不是在台湾做的 是在美国 的国防部 的公司 它做两个地方 一个科威特 一个 我们的身份证 中国民国 现在在金庭 他很紧张 他现在 你不可以 就是妈 英雄 政府 可以英雄 我算过了 没有多久 你说 你又没有军队 你要把它冰掉 你这样想不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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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在说实话 他就要 没人跟你说 你那说别的 我跟你说 美国要冰 妈妈去给他 五分钟就改决了 五分钟 用炸弹 不用 不用 也不用 也不用 跟我们同样 我们有一个 滴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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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 请你上飞机 要走一走 就继续了 然后宣布 你在New York 台湾民政府 千回台湾 我们在这里 訓練的 才的人 夹起来 台湾政府成立 很简单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台湾人 不要做这个政策 你不要有 李定徽 13年 总统 咱最后 他8年 21年 连续 台湾人当总统 21年 你有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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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那个法律里面 没有规定 你可以自己自杀 所以 但随便 有 要 要 落台以前 有透露一点 他说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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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他的政策 他的憲法里面 把他損失 要用他的憲法 把他損失 不可能 就不这样的法律 法律 把你整天说 可以消灭自己 全世界 还要有这个法律 所以 就是说 你又損 你又丢 也没效 所以是怎么 陈水平 让国民党 把你这么想 收起 我给各位说 丹水买 会拐到死 我不是怕他再说 我一年多前 我就宣布了 去年前年 美国有关丹水 有跟我说 阿拼 你赶快回回 美国 会用地震器 将你水旗 给你製造 我去跟他说 那时候 不是只有我 我就经常说 我自己一个人去 到时候 没有一个证明 我带我们的 副主席 跟海关官员 去跟他说 他要算 我说你就是 你就是算掉 中华民国也把你拿掉 你就是钱都回回 中华民国也把你拐到 拐到死 今天你要看 要放吗 絕對不放 美国中医 两间处 在美国 全部没收 你不觉得很奇怪 美国怎么有 管理和没收 你想这点 为什么有权利 为什么 他有管辖权 他为什么有管辖权 占领地 那时候 我代表阿姨去顾美国 另外一个第二个案子 但是因为美国说 你顾得不到 军事法庭 应该找夏威的军事法庭的管辖才对 但我没有钱 路边我也没有钱 我说 不然你自己去出 他就没了 后来就没有够了 第一个案子 美国的顾法是很开心的 我们够那些2千空 6年 10月2时 美国的管辖权 顾到8月 顾到最高法院 花多少钱 你知道吗 60万美金 60万 美国的管辖权 你不是请台湾 我要簽署 花6万 一个庭结束 不管你贏署 都要花6万 NO 美国的法律 是我给你带 设计你的树状 我给你带的时间 你也要付钱 1.5万 美金 各位 在美国如果要打管辖权 真的 你如果不太好意 你没办法打管辖 我们打这个管辖 是因为 那时 在1950年 韩战爆发 6月25号爆发 27号 杜鲁门宣布 台湾地位中立 派地青 在台湾海峡巡访 然后派麦克拉瑟来台湾 麦克拉瑟来台湾 麦克拉瑟来台湾的时候 12月底 酒隔酒 安排台湾人 的 的省议会的议长 叫做 黄雕欣 跟他见面 这个黄雕欣 海西兰 他跟他说什么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美国说 哦 你中国人 不可以跟你说 这句话 记录在国文院里面 所以美国 从以前到今天为止 他不想帮帮你 你是中国人 我帮帮你做什么 是福嘉在 2千块人 你10月22日 他够 他才说 你不是中国人 所以他第一句话 问他 什么叫做 中国 the people of 台湾 什么叫 本土台湾人 以前我才知道 原来 美国的记录 里面说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 现主席看起来 国外的 特殊里面的 想法 同样 我们都是 中华民国跟台湾 都合作 听不开 都听不开 就是说我是中华民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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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现在美国 因为我们过来 打到罪过犯 已经很清楚了 美国已经感觉 你台湾有一盘 是因为 你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另外有一盘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本土台湾人 你说对不对 对 你今天会来这些上海 是表示 你是因为 你是本土台湾人 这不 你不甘愿做中国人 但是 他没说 因为教育六十七年了 这六十七年的教育 台湾人生得很清晰 教育非常成功 我 有一个感觉 第四年 日本的 中独 民政 中官 叫做 厚藤新平 厚藤新八 当时 第三年 他在台湾有八年 以后他去日本天皇教育 日本天皇问说 你在台湾看什么 有问题吗 他说没有问题 台湾人最后冠 三个条件 台湾人就倒了 要钱 怕死 要做官 他跟日本天皇说的 做八年而已 八年就知道台湾人的变性 到今天为止台湾不变了 你看那些民政党 等一个官给他做 他就忘记了 你都忘记了 原来 在台湾的时候 是要跟中华民国党 要跟国民党消灭 有没有 你都忘记了 但是 现在做一个看 我们在体制内 改革 你看到鬼 你体制内怎么改革 你体制内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经常说 中华民国 民进党 中国国民党 不用说 看到中国两个字 你再笨 你就知道那是中国人 可是民进党 你搞不清楚 民进党 你看他的党章 跟他的台独捷御文 党章 的 台湾前途的捷御文 他说什么 我们叫做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不对 他不会改变 所以我说 以后不要叫民进党 中华民国民进党 我问你 中华民国民进党 跟中国国民党 有什么不同 完全一样 因为中华民国 简称就是中国 没有错吧 所以 你自己去选 你自己解释 你自己豁街 所以谢湛天去中国 宪法一中 各位 我们自己选择的 我哪想到 我也很建设 因为谢湛天的感觉很好 那时候他做 市医院的时候 我叫很多人支持 市医院 市医院 那时候 供丢杂 但是 他怕你 他去中国 泪流满面 我实在是什么 我实在是说 到底是他笑 还是我们笑 我在想不到 他心里说 你自己笑 你自己要回家 蔡英文 本来好好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一个要选总统 你去年的 10月10日 在劳动 高雄的劳工中心 说什么 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美国是弄一个回家 你这个蔡英文 你只骗了我们 因为蔡英文 本来 每天都跟你说 他去访问美国的国安部 有没有 No 因为跟蔡英文面谈的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常常要跟我见面的人 那是美国的国安局的人 这中华民国 这蔡英文说的 我跟你说 他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各位 这样的话语 表示说 有台独倾向 美国的解释 他刚才我跟你说 台湾这个土地是这个 要一个什么 日本天皇的 有老板 你有老板 你会说 我住在这间家的人 来来来 大家来集合 分支给这么多人 来来集合 我们来公投 可以吗 可以吗 如果可以 我来住人家 我给你举行公投 公投说 这间家是我的 我们大家的 这样好不好 好的你走 这有简单吗 这很简单 你都不要去收 你都不要去收 你满脑子 中华民国 所以 当然 我会说的就是 整整我真心 不是说 你来这里 送客 跟我送两只客 你说 我很老 我出在外面 NO 没有那么简单 我去拜託 你要买一本契 不是我推销书 新台湾论 里面 所有问题 通通都有答案 你有新台湾论 请你举手 没一本 有的呢 虽然没有来上课 新台湾论先买 那也对 不过你不能买 只有买 你真的讨完的 你走去玩玩 讨完不要给你 我给你问 你拿去我给你问 我给你扣 两个 讨完一次还是两次 你讨完几次 两次 你讨完几次 两次 你讨完没 要看什么 我看你 差不多每天都走 你上课 你要看 讨完两次又来你上课 不要说他讨完两次 我自己写的 我自己写的 我也有讨完再拚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 台湾的问题很难 因为过去从来 在国际上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个命套 叫王宅 也没有被割让 这个时候 我们的老闆 日本天皇 又叫宣制 台湾怎么走 其实在1950年 要签这个和平条的依庆 这个联合国已经有一个决议了 他要建议 说给台湾人 主题 不是自觉 自制 self government 自己管理自己 不是主管 因为台湾 不是人民帝 所以不是主管的问题 是主题 自己管自己 但是自己管自己 我们的上面有两个老闆 一个是日本天皇 另外一个是什么 美国的军事政府 线 如果线 我现在你跟美国 你救出的 你跟美国 你夭求的 我把你线 我没有话讲 我建设你 我打败仗 台湾人很害 一点就是 打败仗 明明打败仗 台湾人都自己 炒钱 我打败仗 那不是台湾人 中国人是这样 不是吗 很多 不是 我说你 小鸟 小鸟都没算就对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台湾人很多 有很多人 台湾里面 我跟你说 我最后 我常常要 说虚人是叛逝 但我很想创递 我们的学园 我来问 来 眼睛拿去 都眼睛拿去 别人讨论 这就是 世界大战 台湾有参加吗 有参加要抓手 第二次事件 台湾有参加 第二次事件 手放下 没有参加 请举手 没有参加 没有抓手 有什么意思 不知道 好啊 不知道抓手 不知道抓手 好 手放下 眼睛拿去 手放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事件 什么人 轟轟台湾 美国轟轟台湾 手 手放下 日本轟轟台湾 轟轟 日本轟轟台湾 中国轟轟台湾 轟 不知道轟 轟 眼睛 旁边看我 你看看 这么严重的问题 五花八门 所以你才知道 你台湾人看多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 台湾当然有参加 台湾以前也是建屎 建屎多少 三万九千一百名 你也这么清楚 因为建屎以后 日本 把你放在建国神社 因为你是 日本天皇的租民 臣民 所以你西洋 为了日本西洋 当然要把你公奉在建国神社 我请问你 中华民国的 中列词 有台湾人吗 没有 没有 有时很少 头共 很少 各位 你只看这点 你就很清楚 台湾人 是日本人 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有清楚吗 所以你就说 诶 秘书长 我不要做日本人的名字 你要怎么 你如果可以 选择你的爬母 你不要做日本人 也可以 你爬母 你可以选择 不可以选择 不可以选择 北部是日本人 那也是日本人 你老爬老母 还是阿公阿嬤 是日本人 对不对 对 你想想 美国人 跟美国人生的孩子 是 美国人 日本人 跟日本人生的孩子 是 日本人 金基关 我们的老爬老母 阿公阿嬤 都日本人 生的 竟然 变成中国人 你不会很奇怪吗 你阿公阿嬤 是日本人 你阿公阿嬤 是日本人 你阿爸阿母 都是日本人 是这样 变成中国民国人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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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 变成 变成中国民国人 要不要改变 很简单 你第一个人要申请我们的新闻情 你 看 我们新闻情已经超过五千个申请了 他现在在忙楼上面 黑白给你怪的 黑白给你骗的 他跟你说什么 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 有 你有看到 尤其林智生 林智生 诈骗集团 郭清朗 是黑的 要够谁 够出 够出 出的 诈骗集团的 那些人 我跟你说 没有一个人 跟用他的诈名 说 某某人是诈骗集团 那如果说 我做你够 那出来就 没有 有 不一定 都够名 你都没注意 TPBS 補一次 说 白人说的 只補一次而已 就没了 那些事文就没了 我跟你说 我是投法律 我这方面很厉害 中国时报 和中平社 我够过 够到 中国时报 蔡远明 求老 因为 我够 我够 加重诽谤 加重诽谤 我没有 要出庭 我出庭 中平社 我够 他的社长 中 编辑 跟 记者 三个 跟 中国时报的 当事长 蔡远明 我出庭 蔡远明 不出庭 叫他的 法律顾问 出庭 你知道 我妈最怕手 檢察官 他叫他的法律顾问出庭 是什么意思 我告的是刑法 你中华民国刑法规定说 被告一定要亲自出庭 他可以 他可以 他是媒体吗 他 法律就跟他说 我们蔡董事长出庭 第一次出庭 我不要插 第二次 还没来 他不能老是出庭 请你问他 他哪一次他不出庭 你在开庭 我说 我这六号全是变我看 如果他再有一次不出庭 你要 居体 他啦 居体得很好看 那些官司我贏 当然啦 蔡远明是来说 好啦好啦 我赔你啦 把你補了嘛 我赔你啦 你要多少钱 我什么都不缺 要钱我有钱 我不是要钱 而是要你 给我弄一个公道 就要 我这个官司贏他 中国时报跟中评社 切断关系 而且 我在中国时报 他打起来 他的网路新闻 拿头条 連续等我林志生 这样 定四天 我本来要求三天 他怕我再告 定四天 各位 所以 什么人好大 用他借名 来说 我们是诈骗集团 試試看 我够给他 拖他 拖他去探问 四天 我随着你 如果中华民国那套法论 我真的是 太熟悉了 你要知道 你如果中华民国法论 要告 我给你保证你做你贏 好不好 要听他拖手 有人没拖手 所以我没跟你说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中华民国法论 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他规定说 证人 要讲实话 但是 原告和被告都可以说谎 说故事 所以不管你是做原告还是被告 我告诉你 心盘到一半你把他抓手 我现在我要请原告或者被告 你如果是原告你就说请被告 被告你就请原告 来作证 作证 你要跟法官说 你把那个作证的拒绝 给他签 法官一定先跟你问 你要问什么 你说对不起 你把他 请他拒绝以后我才说 你把他拖他就给他拒绝 拒绝你把他说 我告诉你 你如果说谎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有时候 你的官司可能 那些罪不太轻 不能做伪证 不能做伪证 一刻 他就不敢做伪证 因为你问他 他要保护 你要保护 他绝对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给你回答 我给你保证 那个床 开刷 他在外面 他告诉你 好啦好啦 我们来和解 有很多人用这种法律上的小常识 都打贏 这是我 你今天最好 我自己送给你 来 工作回来 这个要做 法律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当时 日本投降的时候 日本投降的时候 很简单 日本大日本帝国 他的命土 有包含哪一个部分 你看看 你看 大日本帝国的土地 好来 紅色的保安你看 北方四岛 跟 日本的 这四个大党 再来 朝鲜 朝鲜是殖民地 朝鲜是殖民地 但是台湾不是殖民地 台湾刚开始也是殖民地 路边已经不是殖民地 为什么朝鲜是殖民地 1905年 日本天皇 跟朝鲜的首相 签了一个并和条款 并和条款就是 朝鲜的皇帝 仍然拥有主权 他只是把他的管辖权 交给日本天皇 所以 就今天和平 调的第三条 日本放在 他的right title and claim 的时候 这个朝鲜 马上 就变成一个 独立的国家 但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 整个都放在 来交给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照 万国公法 让台湾 土地 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变成他 没放棄 因为国政法有一个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台湾 現主席 中华民国 去参加世界 组织 都用什么名字 Chinese 台北 有没有 Chinese 台北 你知道Chinese 台北是什么意思 中华民国 台北 还是 中国台北 中华台北 对不对 来我问你 中国台北的丘手 中华台北丘手 你没丘手 再来再来 你再玩这套 没了解 没了解 丘手 好啦 我输人 Chinese 台北 事实上真正的英文的意思是什么 Chinese Exile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 它的真正的含义就是 这样啦 诶 等一下 你说诶 等一下 诶 等一下 你秘書人 你说的 你有政治吗 有 你去Google 你看看 French London 法国当时流亡在伦敦的时候 也名称叫做 French London 比利时 当时 因为德国占领 也是在伦敦流亡 所以叫做 米利军 London 韩国 政府流亡在 上海 Korea 台灣人 撤盈役很多 台湾 台湾 一塌糊涂 你用台湾人抹盈役 No 四年前我就拿出来 跟小英出來講的 全台灣 滑 不出新的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全世界都說你臺灣人 你臺灣人笨到可以 中華民國一定跟你說一天 我是流氓政府在台北 但你自己說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 他跟你說一半給你聽 各位 這個東西 再來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在台北 所以那些中國人叫什麼東西 農民對不對 那你自己臉上貼金 難民 他在住的地方 不是眷區啦 叫做難民營 難民營 要付助金呢 西藏 土伯在印度的 德蘭沙拉流亡 美國拿去付助金呢 中華民國 流氓在台灣 那些難民我們有收助金嗎 沒有收 沒有貸金 他如果說你責公 他住了母子 還要起身呢 美倫美患呢 我怪他 七八十歲 說我七八十歲 我不會娶母 回去中國娶母 現在娶那些少年的母來 少年母 他如果敲去 我們如果付他的半身 給那個少年母 付一四人 你台灣人很好 台灣人很有錢 台灣人的心胸也很大 台灣人很有愛心 你知道中華民國的軍人 現役的 將軍 差不多四百個 現在現主席 將軍替英國 到現在還要你們的薪水 兩千九百零八名 台灣人有夠好獄 那些人都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國人 好獄到台灣人有夠好獄 好獄到你的憲報都要破散 你的老保都要破散 你都沒關係 台灣人薪水 你高中的大學比喻 為四萬五萬 感覺像這樣 蠻八塊 你就沒得好獄 你也沒關係 你也要再支持 你如果支持 中華民國一天 你就自己死一天 你說我 要怎麼支持 不要支持 不要選擇 其實我去年 十二月三十一 就 你跟大家說 不要去選舉 不要去選舉 有人跟我說 不要選 小燕王不要去選 那就選 國民黨 如果撈海 他整個房子都撐去 各位 就是要讓他整個房子都撐去 因為 波羅的海三小國 當時讓蘇聯贊名 波羅的海三小國 我們拒絕 選總統 蘇聯也幫忙選總統 結果 投票結果兩成多 全世界說不算 然後波羅的海民政府出來頒 選總統 百分之九十九 投票 和蘇聯就跟他生人 這樣他們就說 你台灣 叫你賣選 好像不算 你也會試一樣 不是這樣而已 你說台灣人多少 我告訴你 選去以後,他賺一票,他就賺三十塊耶 我跟美國說,美國說靠你的事,我去問問看 一票三十塊錢,全世界沒有比這個更惡劣的規定 當然政黨票是五十,還領四年耶 一票三十塊耶,所以你跟民進都說你不要去選舉 他想說,我有錢好賺,不然你要試我嗎 各位 但是我知道,要讓台灣人不要去選 必死比較困難 台灣人說消貪,歐多新賣的三點 你三點放在裡面就很清楚 不做我的事喔 我跟各位說,民進府這件,那一天開始 我媽最拿 我要做表率 讓有靈的人去做歌,好不好 好 好 因為你太老了 你不要來那一套 歌比較老也不好,我跟各位說 我們大家的人,我們有自我的主望的感覺一定要有 我跟各位說,我非常好投資 真的我非常好投資 我唯小學比亞開始都第一次元,第一次元 我所謂學、學長、學長、學長 我所有人一百分 媽研究跟我感慨 建中 但是建中那時候六處九百幾個 說便班二十四班一千兩百個 那沒台沒一個多兩百個出來 九百個 本地九百個 多兩百個 在建中的時候 負上的問說你高幾分 有一個人死都不講 後來坦白承認 說我是保送的 夭壽喔 有時候有保送製作 我都不知道 好 高一的時候 三戶不及格 所法四十八分 不能補購 要留錢 他竟然他們是 他們做台北市東部的主委 他竟然不用落地 他可以生理 在高三的時候 全建中二十四班 只有兩班是 社會組 一班 十八 一班 十九 十八班 十八班都叫生 他是僑生 所以三日的 他去台大學的時候 他叫什麼 叫10天 大分又去台大法學院 法律系 他那年 台大法律系裡面 只有一個科學院 中華民國的律師 名叫做 馬英九 要以中山獎群 保送去哈佛 哈佛 哈佛那天也是一樣 一個人看不到美國律師 名叫做 馬英九 三里的人 通理我們一里的台灣人 我說 看不到他們現在還來那裡 讓中國人來台灣 從國中開始 建中咧 政府一天 原來叫那條山 建中 台大 阿佛還在哈佛 回來再做你 中華民國總統 來關你們大家 你看我告訴你 有行不行 不然他是這樣打算 你台灣人看亂講就好 所以我知道你們公里 你來受訓 你來受這個訓 你們遭受很多的壓力 這個我能夠體會 我可以來了解 因為有一個人跟我說 跟你說 還詐騙集團 我告訴你 你不要聽到說 我們台灣民主有向台灣人 無款嗎 沒有 你如果無款台灣民主有請你拿手 我如果跟你無一塊 我一千倍 一千萬倍行李 我們沒有募款 我們也無向全台灣的人無款 奇怪 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要問什麼 當然也要 要問的 不好意思 我才跟你說 我沒有說 因為我放名不能說 我們報紙定很多 總七八百萬 因為我們的論述正確 所以 民進黨也好 台獨聯盟也好 奇怪 美國都要跟你說 都不可以跟我們說 你民政府是怎樣 我很簡單 你的論述如果是錯的 我保證美國不會跟你說 因為這才辯論台灣的地位 台灣地位先說清楚 不說清楚是誰 旁邊要怎麼說 沒辦法說 也不是 這麼簡單 要聽不懂 我所謂的台灣獨立 這種論調是什麼 好像一隻火星 背在一個棺子 透明的棺子裡面 外面明明闊 我一片光明 背不出來 不要用頭腦 那個 那些火星 你如果 那些 那些 上面背出來 這樣就 對了 即使 我們這個論述 也不是我發明的 是本地都有這些論述 只不過是 我讀很多 將這些東西 將這些條約 將這些建政法 裡面都拆拆起來 來看 台灣地位就是這樣 什麼建政法 海牙第四公約 日內瓦和平公約 紅十字會 總章程 裡面有關戰爭的部分 美國的最高法院的判決 美國陸軍總署野戰手冊 三千幾條 這麼拆拆的就是 戰爭法 所以還加上國際上面的慣例法 萬國公法 自然法 將這些 台灣的地位就出來了 非常清楚 連美國都不得不承認 台青帝國 台青帝國 到今天 所有的土地的問題 都發生在這裡 北方四島 蘇聯去把他折領 蘇聯真的這樣 折領以後 上面有差不多一萬六千的日本人 都用紙拿 再去日本 變成沒有人 沒有人 他說這是無人島 總之這是不行 我跟日本人說 你當時那些慣例 都給他折領 可以折領 所以 因為日本的憲法 已經改了 改做新的日本政府 所以日本的政府 跟蘇聯說 北方四島是我們的 你要回給我 你說蘇聯要給他回答 對不起 北方四島不是你的 日本人都說 怎麼不是我的 證明說說說說 他就不要跟他說答案 答案在哪裡 在我家 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的 這個蘇聯的 真理報 派兩個記者 來跟我記憶 聽一聽一聽一聽 他說 欸欸欸 蘭佑 您博士拜託你 不要跟日本說 我跟日本說了 所以他們回去一拗 蘇聯馬上 跟日本政府說 這樣啦 四島 這樣啦 我老了兩個 那兩個 行李啦 這樣好不好 我跟日本說 不要同意 在您不得移轉主權 四島島 都要拿回來 但是四島島 將來要扣上去拿 扣爛 是怎麼扣爛 奇怪 你是日本人 你是什麼人 日本天皇的人 我們是臣民 可以來講話是爛 日本都怕一條 蛤 蛤 我們是大小子 日本 說起來 原來有兩個小子 一個是日本 現在那個 本州四國 九州 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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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州四國 北海道 跟我們本來是八道 沒有啦 但是因為 該憲法以後 那四島島 沒有啦 那四島島 沒有啦 沒有啦 變成一個新的出來 我們 我們 我們才有主計來代表田鋒 你怎麼說啦 去年12月20 我們去把田鋒 祝福是怎樣 因為 2010年的 7月4號 美國國務院 因為我們判贏 判贏 他主動來跟你說 你台灣民政府 到美國設一個辦公室 我們去讀 我們去讀 那辦公室到現在還在 那裡 有人在房間 黑白跟你說 那個辦公室沒有人 只有一個 什麼 什麼 打工的人 公讀生 公讀生 你看到鬼 美國也有公讀生 很多人 還有人相信 有人相信 我們有秘書在那裡 都在接我們 我們來批 批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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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 現在還在 是怎樣 有一天 當美國 軍隊進來 他也宣佈 台灣民政府 遷回台灣 跟伊拉克一樣 伊拉克 伊拉克 當時 美國跟英國在美的時候 兩 差不多二十幾個 伊拉克民政府 所以有一天 美國的海軍 陸電隊進來 台灣 台灣也最少 還有十個 台灣民政府 這十個台灣民政府 包括國民黨 也要生一個台灣民政府 今年的5月20號 馬人涌 一部 Unter 우와 你不知道有注意嗎 馬人涌 一部 الت sensibility kuin跟你一樣 美國 中國國民黨 也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這隻 多了 那你看 他補充跟你說什麼 變體 不知道是變體還是變種 他補充你有看到嗎 出來一天就沒贏了 各位 民進黨派蕭美琴跟美國說 你美國海軍陸戰隊進來以後 我也會成立台灣民政府 我們就拋棄中華民國 美國說NO 我們已經有台灣民政府 所以你雖然美光海軍陸戰隊進來台灣 台灣民政府依法誰都可以成立 沒有錯 但是 有一個美國是一定要承認的 誰告美國他就承認那一個 你有反應嗎 好 所以我告訴你 你來對了 你來對了 逮到了 怕到房間 怕到房間 你不是人家教學說 我在這裡講的話 當然是青菜公公的 沒有 尤其 台灣的轉型正義 我們來民政府執政 我幫你保證 百分之百不是九十九 徹底執行 好不好 好 台灣民政府是照國際法 所以馬營救的政府不能跟你怎麼樣 你不用煩惱 和黨都不跟你黨 我們現在現時都照美國的支持 你要我怎麼做 我怎麼做 因為四百年來台灣沒有過台灣政府 當時有台灣政府 日本政府 我們是像日本天皇的 中華民國現在 它是占領而已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就這樣和平條約的第一條 美 把日本政府 把日本天皇的 全力拒絕 拒絕 拒絕 拒絕起來 所以我們台灣 只有一條路而已 就是自治 自己關自己 自己關自己 我們在2010年的9月8號 在辦集會的時候 美國人 代表上安那兩條 倒邊那兩條 你看前面就有了 歐巴馬 跟日本的皇宮 他這兩條 他說你回去交給秘書長就知道了 我一個看 我說對 我的論述 我的文章寫得很清楚 這叫做日蜀美戰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占領 我們現在就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占領 中華時 我們台灣要怎麼走 所以各位 我總結 我們就是顧美國 然後他們出日本 所以我們去跟日本天皇走 就是跟日本天皇說 這個土地 是你的 但是我還要住在 好嗎 好 對 沒錯 沒錯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們去年12月20 去年12月20 去年12月23 去日本天皇 那裡 破紀錄 這樣白酒飛起來了 奇怪 那些紀錄怎麼 都不一樣的 所以日本的產經新聞 他們的時候 多夭壽 像我們的紀錄都很紅色 看起來像日本紀 他不知道說 我們紀錄 老早跟日本天皇說 我們紀 他特別安排 讓我們紀錄 還在他的頭上 三十公圈的地方 你知道 我們那個 為了要跟日本天皇 促修 有的是 差不多兩天 都在外面 那天 九尉 九尉 他 警察很厲害 幫你拜 拜到 那些日本人先走 走去偷情 因為 像這個獎台 這樣 日本天皇在這裡 現在走走走走 我們把他設 剛才好 我們走到野中 這樣停 因為我們一百五十個都穿這個 日本天皇出來 跟他促修 日本人現在給你揮揮揮手 我們是跟日本聽眾說 我跟美國這樣說 我跟日本聽眾說 我們要自治 我們要自治 日本人拿手說 好 我同意 我同意 當然 我說的是 什麼人都沒聽到 不過是美國是笑到要害 今年 十二月二十 再一次 第二次 我們有二百二十的人 要去日本聽眾 要再說一次 好嗎 好 二百二十的人 我現在要再三七 我是希望我們在座 經濟不錯 三萬八 五天四天 因為我們是代表台灣民政府 是政府的組織 所以南區一定要住六星的飯店 要吃最好的 一間就不能給你攜帶 特別說 那天剛才 Christmas 三萬八千塊 坦白講是很便宜 所以希望各位 你們可以踴躍報名 既然買去日本 不是三萬八就好了 你還要做一宿世宗 黑色的 十八是一隻世宗 兩隻褲 十八是一隻世宗 一隻肝 一隻褲 我是希望 你們都可以來參加 因為 這是歷史意義 因為你們歷史意義 你去參加 後來 你可以跟孩子說 你們老爸老母 或是你們阿公阿嬤 對台灣 當初的主題 變成主題說 有絕對的貢獻 怎麼不相信 你看看這張相片 我們建國神社的相片 建國神社的相片 你看看一百五十個 這是我們的現場 你看看 你看看 有夠經濟 日本人嚇到 美國人也嚇到 各位 你看看 這是中國神社的頭情 後面那隻肌子 叫做日台共融 日本跟台灣 以後應該要 變成Common Wealth 日台共融 最重要的 美國肌子 後面那肌子 就是台灣民政肌子 我相信 有去參加 一定覺得 自我感覺一定很好 而且 一定 後面你的肌子 肌子 肌子 經過六十七年以後 台灣人終於發現 我們三名人 所以我可以說 還有一次 各位 這次 希望我們在這幾 裡面 可以聘請到這裡 當然 有一個東西 就是日本建國神社的 正會員的申請單 這是日本建國神社 有十萬的會員 正會員有十萬 我們跟日本建國神社說 我們參加六百名 現在有五百 五百差不多六十七十 要過二三十個人 我是希望說 我們 如果有興趣的 日本建國神社 會直接從腳踏 駕給你 你自己淺一淺以後 裡面放一千兩百塊 定期日幣三百塊左右 三千塊 三千塊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 這都是自由的 自己自由的 可以來參加 因為 希望各位來參加 因為在Petition 歐巴馬在選的時候 他有辦一個Petition 因為Petition就說 你有什麼要求 你提出來 但是在一個月裡面 你要有兩萬五千個人聯署 當然你聯署以後 不一定美國會幫你辦 但是 我們Petition拿出來的時候 美國看得到 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我們拿出來 第二次有通過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去利用到 建國神社的會員 我們去跟他們說 我們支持北方四島 獨島 就是主島 要歸還給日本天皇 日本人看得到很高興 好 跟他們聯署 第三次的時候 又夭壽 香港人說 拿中華民國機子插下去 日本人就是說 你中華民國那隻機子 就是台灣機子 你跟我們在爭奪 釣魚台 看有夭壽嗎 所以日本人都要撤退 所以 我們有三次不成功 一次成功 成功是因為 靠 靖國神社的政會員的十萬名 所以我向他故意要求 拜託你們大家到三天 參加他的會員 日本 靖國神社會直接 給你 三千塊吃的不貴 一年三千塊不貴 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日幣是 因為你如果參加那個 要去日本 靖國神社 你在靖國神社 周圍的商店買東西 可以打八折 所以你如果有去 那個卡片和拿來 一次你就 支援票價 所以是 可以請各位 不強迫 你自己覺得說 我也可以 放在頭前 你自己去拿 有啦 五百 五百 六十幾個 五百七十個 還有二十十個 就好了 現在日本的參拜團 還炒這個名字 你自己去看 我是 這邊 我們用的車是 都是新的 三十個人 自一架車 油膜是大隻 最新的 因為我說 我是政府 我要去 所以 你不能用古車 要用新車 要讓每個人 一定都很愉快 所以 你 你不良空 去過日本幾十個 沒有錯 但是 現在 參加這種 政治活動 當然 我們 二十幾 二十九月 之後 中島 吃便當 之後 去建國神社彩牌 去彩牌 因為 那不是今天 你要站在哪一圍 哪一圍 日本經國神社 那一天要全面管制 因為 二十幾後 二十一 拜五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日本國會 日本國會參觀 有七八議員 因為現在你選去 到十六後 就差不多決定說 掉了 我們有七八議員 要和我們分別座談 到時候 我們要去NHK 要跟NHK說 你比較勇敢 我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要跟他說 帶他去 要去營造 走街頭 有注意嗎 台灣人去日本走街頭 而且還跟日本人說 我是台灣人 我不是中國人 你不要跟我亂說 這中華民國 你之前中華民國 你就是在海市 我台灣人 所以 二十三號 二十二號 一天要去 政國神社 那會頭 我們就辦一個 記者會 二十三號 買去日本天皇職修 所以各位 很有意義 你幾四人去日本 沒有聽 有十幾百議員 我給你保證 你不穿這次 去日本 有這麼好的議員 在裡面 所以各位 拜託你參加好嗎 好 好 有事嗎 有理事 親台說我也很高興 就對了 不過 我是真的很幸運 請我們大家愛去 我們最近的華東 十二號 找白和找到 是黑熊部隊 要集訓 黑貓 這黑貓要做什麼 黑貓就是我們 後來接政權的時候 要接所有警察的機關 不是要叫你做警察 你要叫你做警察的 要叫做警察 去關局長 當然 因為我們接政權的時候 不可能馬上訓練 這麼多萬個警察 但是要做毒導 我做黑熊是整天三十五歲 以下的男的跟女的 學歷不拘 這個 像過年過一後 這個黑熊兩百幾個 會去日本收分 日本收分五天到差不多一禮拜左右 去收分的時候 所有的費用是我們台灣民進府負擔 你只負擔機票來回就好 機票來回差不多萬二塊左右 所以你在那些開銷 你的警察 一切都我們政府負擔 台灣民進府負擔 各位你要記住 我們是政府 我不是政黨 再講一遍 台灣民政府是政府不是政黨 所以現在台灣裡面有兩個政府 一個是台灣民政府 另外一個是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所以你的話什麼人很清楚 所以那些人還要說沒關係 因為六十七年的教育 你現在要他撿下來 不可能 對吧 所以你要原諒 那些 不想像你現在的公法的人 你也不用對他派 不用 他願意來 發育來你才接受 因為美國說 我們只要四十一萬人 申請身份證 同時有訓練四千名的公務人員 儘管就要向我們 美國的有關單位給我們帶 我相信一定會做到 分年要四千的公務人員 分年要四千的公務人員 身份證四十一萬 四十一萬 我算給你聽 這美國說的 兩千三百萬 靠到三百萬的中國人 都兩千萬 兩千萬跟我跟你說的 有一半 因為他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還靠到 只有一千萬人 裡面 因為這四年的投票率 平均 百分之六十七 所以一千萬乘以六十七 定義是六百七十萬 六百七十萬 要扣除沒有投票權 跟年紀大部要拿來投票 差不多一半 三百三十五萬 三百三十五萬 因為聯合國 統一南蘇丹獨立的公投的時候 是十二點二五趴 所以三百三十五乘上十二點二五趴 就是四十一萬 所以四十一萬 所以四十一萬